这个题目就是Lintransoft的网页 其实这个网页背后是有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在Lintransoft的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软件 就已经可能几十年发展出来 但是很小人知道 所以希望在这里能够介绍给大家 特别现在还没有中文的界面 所以往后我希望如果华人的电脑的IT的人 可以再发展 然后就好好地使用这些资源 好 我再现在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 现在我的那个单位 我的那个机构叫做万放声言 其实我现在这个单位就是发展一个软件 那个软件是用机器翻译来做 特别做一种文献的翻译工作 就是做生经翻译的工作 但是用那个机器来做 为什么我们不是用Google Translate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小熟民族的语言 包括就是好像如果在台湾的就是原住民的 因为他们没有丰富的语料来处理 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叫做那个Rubase的来做的 所以我就是这个机构 但我们那个软件是用C++写的 已经放到那个Github开源了 但是你知道好像我用Linux的时候 可能是90年代了 可能所以我这个 我的同事当中我是最年轻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 所以我往后还是要年轻人来知道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怎么样来发展 还有就是 简单介绍一下 Linux说的是什么 Lin就是Linguistics 就是语言学 Tran就是Translation 因为我的原本那个机构 借掉我去做那个翻译软件的 是一个叫 有没有听过威克里夫生经翻译会 有没有人听过 没有人 没关系 这是主要是做这个生经翻译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是 软件是包括做 有一些是翻译的方面的 提供帮助的 有一些是在语言学 语言学确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分支 也包括这些方面 这软体 所以这个起源是怎么样呢 因为有一个机构 有没有人听过叫SIL的那个机构 没有啊 有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可以猜一下 好 如果你猜这个语言超过三千种以上的 全世界举手 你觉得不会超过三千种 那我确实告诉你 确实超过三千种 那如果你觉得超过五千种的 请你举手 有没有 也没有 我也告诉你 确实是超过五千种的 那我 我告诉你 那我再问你 如果是超过一万种的 请你举手 有没有 有没有 那没有一万种那么多 那基本上只有七千多种的语言 怎么样知道呢 就是有SIL这个机构 它制作出这个语言的分类 知道是哪一种语言跟哪一种语言 然后我们叫做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的标准 来定一个语言 这是这个机构来做的 所以它过去就发展了很多不同的 这个软件 过去了1993年 我就加入这个机构 然后到2014年 我就接到另外一个机构 但是我还是这个 这个机构的 我是它的认证的 那个基身的顾问 所以呢 这是这个机构 80年前的时候 他们就是开始做这个工作 那个时候人 全世界不知道 世界有多少种语言 就是透过这个这个机构 慢慢的发展出来 80年 当时这个机构 大概在4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用电脑 来处理他们那个 那些那些治疗 然后过去的几十年 不断的发展了 很多的软件出来 所以我等一下 跟你介绍的那个叫Link Chansoft 他们就是基于这个基础 来发展出来的 好了 那我介绍下面的这个 SR有关的发展出来的 这个软件的数目 你可以猜一猜 想一下 大概会有多少种 如果你说有 超过50种的 请你举手 有两个 对的 如果超过100种的 请你举手 举手 还有一个 确实有140多种的软件 过去发展出来 所以呢 有关那个SR 还有那个创办人 还有什么 那些东西的 因为 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 多了解的 我就有一些 一些资料 你们会回去看 还有这个PowerPoint 我是那个Creative Comments的 我可以放出去的 还有这个 他就是提供的一些 世界语言的数据的 其实这个网站 这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有没有那种语言 你就在这里查 那语言是怎么样 语言有多少人用 大概的资料都是在这个 这个都是他们做出来的研究 然后呢 这个Link Chansoft 因为过去我们的软件 主要是我们那些语言学家 还有一些电脑 电脑的 那个 方面的背景的 在自己来开发的 这是这里一块 那里一块 后来呢 就是把这些 这些不同的软件 都放到一个网站里面 所以在过去几年 就发展出了这个Link Chansoft 放到一个地方 你看到那个 有半个头的那个人 主要是他这个人来负责 是统筹 如果往后呢 如果你们有 可以到这个网站 可能很多时候 你可以跟这个负责人来联系 然后他就能够 好 那确实Link Chansoft 有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一展示的网站 里面有很多的有关语言 和翻译软体 软体的方面的一些材料 你看见了 如果你看的 下面有不同的分类 那个是按照 你可以选择 不同的分类的软件 我刚才说了一百多个 你可以在下面那些资源 或者是软件去点 如果这里不同 有不同的好像社会语言学 那个社会语言学有三种 语言学在分的 有好像语料 语料出版的有二十一种 字典有十四种 管理的有十五种 我说那个语料 语料管理的有十五种 那个音系学 如果你们做那个 voice recognition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这些的材料 会对你们有帮助 还有就是有这个 聚乏分析的 这些的材料 你们可以慢慢去看 另外就做不同界面的 英语的 因为这个机构大部分的人 都是国际的组织 他们都是英语为主的 所以英语的 那个界面的语言比较多 有一百二十六种 然后法语的二十六种 但是汉语的只有七种 所以汉语的其中的不多 所以我就是特别希望在这里的 在华人的那个 IT的我们的朋友当中 来介绍来分享 还有就是呢 其实呢 它很多软件都是免费的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但不是所有都是open source 但现在呢 我经常我过去 就是经常我在这个机构里面 我经常鼓励他们 要把他们的那些材料 放到这个开源的 那个平台上面 所以现在它越来越多了 所以现在你看到 Linux的 Android的 他们Linux有四十一种 Linux有六种 往后的我想 这个还是一个新的方向 他们会越来越 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重要呢 确实这个 因为这个方面 我们发展了这么多的原材料 我刚才说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机构没有人知道 这些材料 没有人知道 那个 一般来说 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好像在台湾里面 有很多的原住民 确实他们的文字 他们有一些的语言 还没有机会来记录 但是他们需要技术的人才 跟这些语言学来搭配 然后才能够把你们的 这边的 这些原住民的 这些文化 这些材料来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 其中一个 特别在台湾方面的重要性 当然了 全世界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一些地方 还是有这些小熟民族的 这种的语言的需要 因为这个一种语言 它失去了以后 那个文化 也没有办法保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所以往后下节里面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梁静文老师 他也会跟大家讲到 广东话怎么样保留 如果还有这个注资 是同一个原因 因为没有这种的 这个文字系统的保留 这个语言学方面的 然后可能广东话 很快就没有了 可能台语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研究 下一代也不会讲这种 所以这个详细的 你们可以 我这个PowerPoint 可能我会 是Creative Comments 所以往后你们有机会 可以来去用 来去看 所以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参与 就可以 你可以用 然后给我们一些回馈 然后还有就是 帮助把这些 很多的英语的材料 汉语化 还有这些材料里面 有一些工具 是能够把两种语言 转换的 包括Encoding 但是现在用Python来写 也不太困难 但是以前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 我们也写了一些工具 这是这样一些Encoding的 我们叫做TagCat 这样一些Encoding的来转换 对于我们做那个本地化的 Localization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帮助 特别是好像如果在台湾的 要转到香港的 有一些基本上都是用繁迪词 但是有一些技术上还是可以用这些软件来帮忙 还有就是语言学家 如果你是语言学家的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IT的人 如果你是语言学 或者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你可以提供一些材料 我放到下面 还有如果你说我自己不会用 但是你碰到一些语言学家 你可以帮我们把这些材料 介绍给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找帮助的话 在这里 我是一个机构 是Wikley Foo申请范围会 派我过到另外一个机构 这是S 其实以前是SR 最近是Orderwork 来做这些员工作 所以你找到他就找到我 还有就是不然的话 你还可以在Facebook 接着一些参考文章 还有就是 这是我过去写的文章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你都可以来 你问我 我都可以发给你 一些在这些方面的 还有最简单的 你就用 其实如果你做Google 你要搜索了Jama Chong 大概不会有很多 你可以在另一个Facebook找到我 然后呢 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你可以找我 还有不然的话 你找到Hong Kong Open Source的 找到Sami 或者是他们的人 香港的很小 他们都找到我了 应该 所以大概是这样 如果有时间 我希望能够 很有时间 我就把这个 让大家检测一下 那个LingTran说 这是这个软件 这是那个页面 如果你要看那个Software 你就看见 刚才的 你要选的是什么Software 然后如果你说Linguistics 这个语言学的 点语言学的 他就是语言学的 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一些语言材料 还有需要这个是SR发展出来的软件 如果你具体来看SR的 如果这个是SR的软件 你看那个Software 我们还做很多的字体 过去的 这个就是字体了 不同 不同的语言的字体了 我们就有发展这个软件 然后Bloom 这个是怎么样 打印那些小数出来的 还有这个是 这个Flex 这是一些语言材料的 那个management的管理的系统 还有这个是Grafi 是处理这个字体 怎么样把这个字体拼在一起 有些特别的字体 拼起来的时候 两个发音 拼起来的时候 那个字体都不一样 前后调过来也可以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Keyman是发展那个 那个键盘的 那个Saymore 就很多 这个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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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那个叫什么 家谱 家谱是怎么样连出来的 那个 各种各样的 你看看这个是web-based的 还有这个 Adapt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SR发展出来的软件 还有 这个已经 我 1993年 开始的时候 我大概都是用这些软件 那时候还是用DOS 黑白 平的那个时代 所以这些是有些时候 可能已经 已经 已经 已经不再用了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人呆 已经有Machine Transition了 其中 那边已经有Machine Transition的一些软件 软件 都在这里有 都在这里有 所以这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超过100种 但是你要自己选了 有什么对你有帮助的 还有往后的 特别我们如果叫做好像Localization 把很多材料来做的时候 如果汉语的不同的方言 比如在这边 客家语的人也很多 在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用这些材料 特别在Lateral Language Processing里面 还是要开始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人对那个语言学 那些方面的有一些了解 然后才能够做另外一个 因为好像客家语的 那个材料 他们的语料库也不太多 现在才慢慢语了 先有这个还有最起码的 你知道有什么字体 怎么样写 然后才能够把它digitalize 有这种数码化的 你才有这个语料 不然你不能说你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都是希望这些材料 能够对往后的Late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然后再放到那个其他的 可能就以前用 以后用那个Machine Learning的 就还有有更大部分 好了我说了很多 我想可能也让大家可以 其实也差不多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了解 可以是要问 这里有多少的是做Late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有 所以你们现在都是做Machine Learning的 用那个Static式 主要是走哪个方面呢 可以 也可以说一下吗 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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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 通常你就NLP的 都是大概有种的 就是很多,很多,對,就是中間接鞋的 所以那是如果往後要換,還有 就是剛剛有講到說可以這麼幫助這個計畫的那一個部分 有提到那個語言學家的地方 我想問一下具體來說是說需要語言學家的哪一種方面的幫助 就我不太確定 就是事實上在什麼狀況下會需要語言學家 好像我們在台灣裡面 你怎麼樣定一個民族的語言,是怎麼樣定 現在定的可能你說是周語或者是暗米語 是一種語言,但這種語言是怎麼樣定出來的 誰定出來的 語言學家一般來說他要先要聽那個音 然後把那個音,那個系統,然後手指一個字典 然後把它描述出來 這個語言是怎麼樣的一種語言 所以語言學家呢,一方面我們叫做描寫語言學 就要把這個語言定出來 然後我說這個就是一種語言 還是跟那個三例另外一個語言 那個區域是哪,是多小,多大 有多少人說 這個就是屬於語言學 語言學還有多種的範疇 特別就是這個叫社會語言學 就是說那個社群裡面有多少人說這種語言 這種語言跟那種語言有什麼關係 然後你就定到,如果國家現在要發展 我要推動一些原住民的發展的話 那我要就怎麼樣用 其實我們包括一些世界教育材料 但是你要發覺那個計母是怎麼樣 做計母出來的時候需要語言學家 怎麼樣教的時候 要寫的語法是怎麼樣 要有語言學家 所以如果你說的,如果你說語言學家怎麼樣來幫助 語言學家就是使用這些材料 然後就發展出那些語言學的一些理論概念 然後就實踐到那個語言的應用方面 這個就是,是不是你的問題 語言學家怎麼樣來? 我大概了解,謝謝 好,就可以了,可以了 好,值得謝謝 好好好 還沒有其他問題 好,謝謝你,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好,謝謝你,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好,還有…還有…還有幾分鐘 好,還有…還有幾分鐘 大家可能對那個語言學沒有太多興趣的 但是可以…還有這裡有一個叫… 比較日文的,如果我們要學個語言 我們要訂那個音,那個音是怎麼樣的 有一個叫國際音標 其實國際音標也是這個機構訂出來 不是這個機構訂出來 這個機構裡面發展很多的那個字符 來訂那個國際音標 不然你是怎麼樣描述一個語言呢? 如果要以一個國際的系統來描述 其實這裡有個FIPA Help 就是能夠幫助你知道 如果你要描述一種語言 基本上有什麼符號 對應哪一個音 然後你再發展出來 但是漢字就非常特別 那番漢字,那個…我說是漢字的那個換筷字 它不是用拼音發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處理的 我們要面對一個特別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其他的那個… 但是我們還可以拼音嘛 那個拼音的時候用什麼來拼? 那如果你是用拉丁字母來拼,你可以 但是還是有一些音的時候 它不是那個拉丁字母那個規範裡面的 一般來說,在語言學裡面呢 就有這個國際音標 我們叫做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就是國際音標來標 然後呢,你怎麼來? 然後你來處理 當然了,如果你現在要做的是大語種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文字系統 就沒有這個必要 但是好像阿米族的 或者是有一些民族的 他們還沒有這個文字的 那就需要有這些語言學的 研究還有這方面的 這方面的很出版 好的,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沒有了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區